上个世纪90年代南极上空曾出现臭氧层空洞 成为了那个时候人们讨论的焦点 随着世界各国通过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在全球范围内禁制生产使用绿浮厅 地球才开始慢慢修复这个bug 这话题热度也终于降温至几乎消失 不过就在最近自然网站却报道了一则令人意外的消息 北极上空一项完好的臭氧层居然也出现了巨大的空洞 从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出 与去年同期相比 在刚刚过去的三月 北极臭氧层浓度明显下降 出现了北极有观测以来最大的臭氧层空洞 科学家称 这个有可能在未来几周内破裂的臭氧层空洞 不会威胁人类健康 但作为一种非凡的大气现象 它将被载入史册 明明全球的臭氧层破坏已经得到了控制 为什么北极会突然出现一个大洞呢 这要从臭氧层空洞的形成过程说起 每到南半球的春季 也就是9到11月 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便会出现 这是因为冬季下沉的空气受南极洲山地阻挡 从环流变为绕南极洲旋转 构成了极底涡旋 极底涡旋如同一条隔离带 将冷空气困在南极洲上空 在寒冷的大气中凝聚成极底平流层云 在这类云表面 含氯化合物加速降解产生活性的绿原子 到了春季 随着太阳跃出地平线 驱动光化学反应 绿原子就开始消耗臭氧形成空洞 南极是这样那么北极呢 一般情况下 北极大气中很少会出现极端的低温 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冬季环绕北极的西风格外强劲 因此北极周围也出现了一条隔离带 接下来的每一步 就是重复南极的臭氧层空洞形成之路了 不过科学家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过度担心 首先与南极年复一年出现的空洞相比 今年北极只是特殊气象情况下的特例 而且目前这个空洞对人类也没有造成威胁 几周后随着气温转暖 北极的极底涡旋被打破 臭氧层空洞应当会随之消失 当然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性 空洞向低纬度地区移动 那么生活在北半球的我们就得担心了 毕竟少了臭氧层的保护 此外线可能会引发皮肤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